从法国本土起飞的四架法军阵风尖击机 昨天对反叛武装占据的东部多个城镇 多个目标发动了空袭 迫使武装人员逃离 当天针对东部城镇加奥和基达尔的几个目标 法国尖击机共实施了十多次空中打击 据称战机空袭了反叛武装的训练营 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系统 成功打击了恐怖分子的后方基地 马里去年三月发生政变 北部图阿雷格组武装启示控制北部大片地区 乱局中一些宗教极端组织逐渐控制北部地区 法军11号首次发动空袭 协助马里政府军阻击反叛武装向首都巴马科推进 不少巴马科民众欢迎法国的介入 认为叛军正在节节败退 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 不过马里协调爱国组织却担心 法国的军事干预会引发更多反叛武装 呼吁军南下 对于占领之说 法国方面断然否认 法比尤斯同时证实 美国为干预行动提供通信和运输协助 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提供支援 此外英国已经承诺派军用运输机提供后勤支援 预计今天抵达马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